最近天氣很好 日本的話 春天是新生活的 你們是四月開學嗎 對 四月開學 所以社會人第一年也是四月開始的 所以今天介紹料理新手 應該要買什麼 出具 怎麼選 怎麼買 還有要買的話 應該要買哪一個牌子 什麼東西之類的 所以今天是通通介紹看看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選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也可以參考 那首先開始刀子的部分 如何選刀子 我覺得新手買出日的話 第一選刀子 優先值得投資的其中一個 一定是刀子 首選刀子 對 其實買好一點的刀子的話 大概二十年三十年以上 一直可以用 一定要磨刀子 但是磨刀子的部分台灣很方便 打鐵墊 磨刀墊 小一點的刀子的話 磨刀以後 差不多兩三個月是不用磨也一直很利 但是材質很爛 或是一兩百塊買得到的刀子 當然可以切菜 但是很容易不好切 所以刀子的部分是很重要 但是刀子有很多種 那應該要買什麼種類的 我個人覺得日本的刀子的話 三度刀或是牛刀比較方便 這個是切什麼都萬用的 對 家庭用的話 這兩把選其中一把就好了 我個人是牛刀比較喜歡 因為頭的部分比較簡 我個人覺得比較好切 但是三度刀也蠻好用的 我也一直用到 然後長度的部分 因為女生跟男生的收拾不一樣 而且秋範寬窄不一樣 我平常用到的是21公分 但是女生的話18公分比較常用 這個是刀子店的老闆也有收過 最好賣的是這兩款 我也這麼覺得 然後你們的話滿常用到菜刀 菜刀的話直接買台灣的就好了 大家覺得國外的比較帥 或是不是進口的比較好用 其實沒有 台灣的菜刀比較厚 它可以剁骨頭 日本菜切的話就比較薄 不適合拿來剁骨 日本也有秋範刀 那個也可以剁骨頭 但是我們都是剁骨頭 但是沒這麼常用 在日本的話很喜歡釣魚的人 才會買 一般家庭的話 再會用到 可以有空的話去看一下 就是它就是比較厚 真的很少用到 一般家庭的話 真的牛刀 或是三度刀 選一個就好了 然後第二把的話 就是小刀 水果刀 嗯 有一個水果刀真的很好 切蒜頭 切生薑 還有處理雞皮都很方便 而且長度也有很多種 我覺得15公分左右的長一點的比較好用 然後台灣人也很喜歡吃 切生魚片 生魚片的部分我通常都用牛刀 因為牛刀也是蠻長的 而且頭的部分也減減的 所以很好切 剛剛的雛刀也是 切生魚片也很好用 但是也有牛刀 如果你追求一刀切完的話 就是它可以這樣然後一刀切完的話 很不錯 但是一般家庭不會用刀 應該只有上癮水產的師傅才會看到吧 還是用牛刀就好了 嗯嗯嗯 一般家庭就用牛刀就好了 還有一個是麵包刀 嗯 切麵包的時候 其實牛刀也可以切 但是想要更漂亮 還是買麵包刀 我覺得大概500塊到1000塊的價位的刀子 是就剛剛好 麵包刀就是沒有沒關係 但有了真的超方便的 嗯嗯嗯嗯 大概買這個價位的刀子的話 都很好切 所以你可以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如果你是像那種譬如說法國人 或是歐洲人 他們常常帶著一根法國麵包然後出去 哦 的話我覺得多工的小刀是比較適合的 配一個刀橋的話 嗯嗯嗯嗯 總而言之就是 買一把品質不錯的刀子 會比較值得投資 就不用一直換刀 嗯嗯嗯 而且至少可以用個十幾年 啊對 然後剛剛有講到價位的部分 麵包刀是大概5000到1000左右 但是牛刀 三斗刀 還有拆刀 這邊是至少花3000塊以上 差不多5000到7000以上開始 比較起來太細緻 嗯差距是差不多 嗯嗯 所以大概500塊1000塊的刀子 跟3000塊以上的刀子 比起來的話 這個差很多 然後煮好的料理的味道也差很多 嗯嗯 因為很綠 切菜或的斷面很漂亮 所以很好入味 口感也很好 所以這邊是真的很重要 嗯 像譬如說衣服包包的品牌一樣 它也是有很有名的製刀師傅做的特別貴 嗯嗯 但是也有那種就是CP值很高的 嗯嗯 不錯的品牌 但是價錢沒有到超便宜 但是也可以讓人家接收的 嗯嗯 對這種牌子很多 嗯如果找到一個很喜歡的牌子的話 整個系列都買他們的 對對對 也很不錯 嗯 很多料理家都是這樣 它有很多的刀子 但是都是同一系列的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你喜歡的牌子 然後材質 很大的分類的話 一個是不鏽鋼 然後一個是鋼 推薦的是不鏽鋼 因為保養很方便 兩個都可以打磨 對 兩個都可以打磨 但是鋼的話 每一點需要 哦所以就是那個師傅下班的時候在這邊 對對對 不然很容易生鏽 嗯 那個鋼的生鏽的濕度非常快 嗯 早上很漂亮 也如果有噴到水的話 晚上的時候已經有生鏽 這麼誇張哦 一般來說 鋼比較好切 嗯 但是這個差距也沒有很大 然後很多人的印象是 鋼是專業的人用的刀子 嗯 其實專業的手指也會用到不鏽鋼的 如果你想要很專業的刀子 那我不要選不鏽鋼好了 不是這種想法 就是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用而已 但是一般家庭 你是新手的話 一定選不鏽鋼的 對 尤其是台灣的天氣 對 然後歐巴的部分也有兩種 一種是有木頭的 然後一種是全部不鏽鋼的 一體的 一體的話 好像可以放洗碗機 嗯 但是不是一體的話 不可以 可是重心是不是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部分是真的 自己歐看看 你覺得好拿的是你想要的 因為每一個刀子的動彈也不一樣 有人是喜歡很輕的刀子 有人是喜歡有重量的 嗯嗯嗯嗯 不是哪一個比較好 就是你自己個人的喜好而已 嗯嗯嗯 有些人覺得很利的刀子太危險 或是很可怕 反而是不好切的刀子比較危險 因為你如果切紅蘿蔔的時候 不好切的話 真的需要很用力 然後就會手滑 對手滑 然後切到自己的手 很利的話 沒有這個問題 我不是說 保證不會受傷 對 但是越好切越安全 越好切越不會失誤 嗯嗯嗯 這部分是真的很重要 要買好刀子的原因是 也有安全 一把好的刀子 它的partner是誰 是斬板 斬板的部分 之前有介紹過斬板的姿勢 所以看這個影片 就知道斬板的種類 簡單介紹一下 斬板有很多種 一個是木頭 也有珠子的 然後鐵的也有玻璃的也有 不鏽鋼的也有 還有絲膠的也有 家庭用的話 就是木頭就好了 通木快木 都有刷拳的功能 嗯 都有排施的功能 嗯 然後比較軟 所以刀子也不容易刷刀 但是鈴子 那個是比較硬 所以容易刷刀刀子 如果麵包刀 或是拆刀那種很強很利的刀子的話 很適合用 但是牛刀 三朵刀那種刀子的話 還是通木或是快木比較適合 但是我們不是不會用 我們也是有用 就是建議而已 反正兩三個月一次 有處理刀子的話 這部分是小小微 所以你可以選你自己喜歡 所以 譬如說買日本刀那種比較薄的 比較沒這麼推薦用石頭 或者是鐵製的這樣 我也用過 但是真的不好用 對 有一點容易讓刀子受傷 這樣會很心痛 然後通木快木的 聽起來很難找 其實沒有 五金行也有 還有木吉也有賣 所以其實很容易入手 很心鬧 很多人關心的 鍋子 那先講冰底鍋好了 冰底鍋的大小 大家應該會煩惱的部分 如果你要炒菜的話 大概26到28公分的是差不多了 這個大小的話 3到4個人份的炒菜是蠻夠用的 當然你的區塊很大的話 也可以用很大的炒菜鍋 但是小家庭 26到28公分 如果是生鍋的話 鑽子的料理還有做湯 做拉麵烏龍麵都很方便 還有又一個這個大小的話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想做小一點的東西 煎火爆蛋那種的話 常見的是22公分 我通常做漢堡肉排的話 就這個大小 然後青植洞也是用這個大小 然後如果你要做歐姆湯 再小一點比較方便 18公分 這個的話大概土司一片的大小 如果你是獨居自己 吃自己煮的話 好像18公分或是22左右差不多 差不多了 但是這個大小的話 炒菜有一點不方便 炒今天晚上的便當而已 對對對 還有植魚的時候也感覺有點小 所以如果有空間的話 大概26%以上的便利鍋 還有小一點的22公分左右的 各拿一把 嗯 太快了 很好 然後材質的部分是 有不沾鍋就好了 不沾鍋也有很多牌子 我新手的話 我覺得Tifar還有三幅 蠻好用的 兩個都用到兩三年也一直可以用 有一個缺點是不能用大幅 但是蠻夠用的 而且它導熱很快 所以其實也蠻夠用的 對對對 如果有預算的話 朝日的真的很好用 這個我們已經用了四年左右 對 它的官方寫它的 奏命是五年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累積到第四年了 不知道還可不可以再繼續秤 看起來是可以 看起來可以 真的很好用 也可以做無水料理 嗯 而且這張鍋它有很多 因為它表面有塗層嘛 那那些塗層它其實 有價差的話 它們的安全性啊 或者是好一點 或是壞一點的材質 它其實也是有極具的差別 所以你可以自己 上那個官方網站自己去看看 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應該要買不鏽鋼或是鐵鍋 鐵鍋是真的一直可以用 雖然會生鏽 但是二十年三十年以上也沒有問題 但是大火快炒真的很好吃 對 真的很好吃 海產店都用那個鐵鍋 然後最近蠻常見 鑄鐵鍋 那個鑄鐵鍋的平底鍋也很好用 我們都用8米克拉的 對 如果覺得鐵鍋保養起來很麻煩的話 其實鑄鐵鍋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比不沾鍋麻煩一點 就火力的部分 油熱的部分 煎荷包蛋的時候 你就是需要習慣一下 對對對 不習慣的話真的很容易沾到 所以麻煩一點 如果你吃飯已經有習慣的話也可以考慮 買完後大概二十年三十年是一直可以用 對 不沾鍋是頂多五六年 不沾鍋一定有壽命 對 長跟短而已 然後不鏽鋼看起來很帥 那個也要習慣一下 不然很容易長到 如果你是料理新手的話 就買一個不沾鍋就好了 然後燙鍋的話真的都可以 你喜歡的大小就好了 但是剛剛也有講過鑄鐵鍋 Vamikurashkubu Lugurzen 是蠻常見的牌子 都用起來是差不多 它也沒有很大 所以你覺得長得很好看的就好 那個湯煮起來其實味道差不多 對 味道差不多 用起來也差不多 有一點點小小的差別 但是我覺得都可以 主要是鑄鐵鍋 它很多它講求的是那個 它蓋子的氣密性 對 所以跟它的鍋子 本身可不可以放進烤箱之類 因為外國人很多人就烤全雞皮 直接放進鑄鐵鍋裡面 對 就是這一些差異而已 可是煮湯來說的話其實都差不多 對 氣密性也我有看過 有人研究過每個牌子 其實差一點點 你是說做鐵鍋本身嗎? 對 我覺得外型比較重要 不是嗎? 吃飯都用電鍋或是電子鍋 如果你想要追求好吃的白飯的話 電子鍋 電鍋是可能你的親戚會送你 對 或是你搬家的時候就會有 自動跑出來一個電鍋 我是通常都用電子鍋 但是現在電子鍋也有很多類型 就是譬如說最傳統一般的電子鍋 跟微電腦電子鍋 然後再往上一集是現在最流行 IH 對 IH的電子鍋 看你的預算跟看你自己的需求 每個功能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自己看看 還有下一個是 就是烤箱 微波爐七燥鍋 開始學料理以後 越來越想要的東西 對 增加的配備 對 然後台灣的話很少人用微波爐 但是日本的話每一個家一定有微波爐 對 絕對有 我的小時候大概二十年三十年前 很多人說微波爐推兄弟不好 但是現在的台灣還是有人說微波爐推兄弟不好 沒有這件事情 很多人說電鍋比較方便 不用微波爐 你們想一想 微波爐加入一兩分鐘的事情 大家很喜歡用三十分鐘的時間電鍋加入 我也是從就是 我媽媽告訴我說微波的東西 對身體不好的家庭出來的 而且我們家也是很依賴電鍋 但是其實我一直覺得用電鍋蒸出來的東西 有個什麼味道 就是鍋子裡面 就很像那個學校蒸便當 有的那個蒸飯香的味道 其實我沒有這麼喜歡 所以我後來就也是蠻依賴微波爐 你的保鮮膜不能用微波爐的話會融化 或是保鯉膜會融化 那一定是對兄弟不好 但是微波爐本身沒有錯 而且用奶油溶劑的話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我要退冰啊 或是要加入的話 一定微波爐比較快 而且微波 現在有很多出很多微波盒 就是你用微波保鮮盒 然後也可以在裡面做一道料理 那真的是很方便 但是微波爐 用微波爐加入起來比較乾 對對對這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要煎饅頭或是油飯 這種的話還是電鍋比較好吃 可是你可以在下面放水啊 對也可以 所以有很多技巧 對我們之前去吃那個日本人的包子店 然後他每一次他都會寫一張單子說 就是如何用微波爐 因為你們太依賴微波爐 你們一定有微波爐的加熱方式 就是你找一個盤子 然後裡面放水 然後再放兩根筷子 包子放上面 微波就好了 吃起來完全跟電鍋蒸出來的一模一樣 而且不會爛 對 外皮不會爛 所以微波爐很方便 然後接下來是烤箱 烤箱跟氣炸鍋 其實烤箱跟氣炸鍋 可以一起攪 對原理不一樣 但是可以做的料理是其實差不多 自己也有氣炸烤箱這個選擇 如果你想做麵包的話 還是用烤箱比較好 然後氣炸鍋的缺點是 它很大 但是容量很小 對 因為它上面一定有一個旋風的東西 對 所以不好洗 小家庭的話真的不好洗 而且很大聲 然後有些牌子的話 後面出來很多煙 所以它需要散熱 但是烤箱沒有這個部分 因為它是主要加入而已 對 但是看你的需求 因為有些人他其實沒這麼常吃烤箱的料理 他就是很喜歡炸東西 那他很喜歡買冷凍的回來炸的話 那其實氣炸鍋就是很適合他 因為烤箱再回炸的東西是不好吃 對 看你想做什麼料理 或是平常的生活習慣是怎麼樣 對 然後氣炸鍋也有很多牌子 我們也有用過伊萊克斯阿林克等等的 其實用起來真的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容量大小 還有可以調溫度 有些氣炸鍋是可以用低溫 然後可以退冰 對 有的甚至可以到80度解凍 高溫大家都很高溫 低溫是不一定這樣 以上 其他的部分是真的差不多 如果你這一兩年買的氣炸鍋 開始考慮要不要換 不用 不用 差不多都差不多 我們這三年用到的氣炸鍋都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氣炸鍋 有一個部分是 他們幾乎那裡都是做不沾鍋的材質 對 所以其實基本上它硬要說的話 它其實還是有壽命的 就是因為它是不沾鍋的材質 所以它開始沾了 你還是可以繼續沾的關係 對 但它會越來越沒這麼好洗 是正常的 然後烤箱 烤箱也非常大 也有小烤箱 如果你喜歡吃三明治的話 選小烤箱就好 也可以做餅乾 麵包也可以烤 但是大烤箱的話 可以烤雞 還有很多量的麵包 蛋糕 蛋糕 都可以 我比較喜歡大烤箱 家裡有空間的話 其實大烤箱還是比較推薦 對 沒有的話小烤箱就好 但是大烤箱你要選的話 我覺得有發酵功能的烤箱非常好 如果你沒有打算多麵包的話就不用 因為我的烤箱沒有這個功能 還有微波爐也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冬天的時候發酵很難 所以如果你可以選的話 這部分也仔細看看 然後壓力鍋我有很多意見 市面上的壓力鍋分的最大的兩類 一種是傳統型的壓力鍋 另外一種是電子壓力鍋 對 先講傳統的壓力鍋 推薦是大一點的 大概5.5公升以上 如果你是小家庭也選大的比較好 因為小的是壓力鍋修的 一兩個人分的大小是大概3公升 3公升做的空肉真的很少 一兩張就吃完 所以選大的就好 雖然佔空間 如果你想用壓力鍋的話 大一點的不會後悔 然後電子壓力鍋的部分是更明顯 我們有Bruno跟Siloka Bruno是小一點的長相很好看 一兩個人的家庭的話感覺很好用 但是裡面是1.5公升而已 但是要看個人的需求 因為後來我們的那個Bruno的那個 後來帶的去給我媽用 他很喜歡做那種他自己吃 或者是燉那個白木耳 對 就是他很喜歡做一兩人份的 一兩人份的話就真的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是常常做便當 或是想要做多一點的話 我個人推薦Siloka的電子壓力鍋 那個是4公升很大 如果有位置的話大一點的比較好用 還是我個人覺得電子壓力鍋很方便 不用顧客 壓力鍋做的空肉很好吃 所以如果你有預算的話也可以考慮看看 我媽說燉白木耳真的很棒 很方便 就是他的回饋 但因為我沒有在燉白木耳 對 但是當然沒有壓力鍋也可以做冷火的料理 對你用鍋子 普通鍋子花幾個小時 一樣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對 對 也很多人說瓦斯爐跟IH爐拿一個比較好 其實這個路源的部分是都差不多 很多人的印象是IH爐的火力比較小 但是其實沒有 現在的IH爐已經很厲害了 開始非常快 對 比瓦斯爐真的快 對 真的 火力很強 比瓦斯爐強 所以煮好的味道其實差不多 但是瓦斯爐的話 可以避開火嗎 那個拼力鍋要拿上來 對 這樣的動作也可以 但是IH爐是不難 煮那個玉子燒的時候 你沒辦法拿開然後去翻 對 不是說不難做 他就沒辦法執行這個動作 對 還有那個IH爐它沒辦法用底部是圓形的 鍋具 對 他比較吃鍋具啦 其他熱源都還好 鐵鍋 日鐵鍋是都可以用 但是有些不沾鍋不難用 所以要看你的區具是難不難用 這個部分也有一點麻煩 好了 要買區具的時候煩惱的是 差不多這樣吧 再來是可有可無的 有了很方便 但是沒有也沒關係 沒有也沒關係 介紹三個好了 一個是入水壺 這個賣什麼牌子都可以 有的話非常方便 應該大家都有吧 我幾乎每一天都在用的人 因為我很愛泡茶 泡咖啡 然後我的話 吃蛋的時候先用入水壺開水 這樣省時間 對 因為譬如說 如果你家跟我們的工作室一樣 是叫瓦斯桶的話 就會覺得用那些瓦斯來燒水很浪費 然後切菜啊 或是準備材料的時候 一直開瓦斯爐的話 有一點危險 所以用入水壺的話很方便 但是應該大家都有 對啦 就最便宜的就好 所有牌子都可以 但是有些蓋子的部分 很難開 我們之前用的是很難開的那種 蠻困擾 然後第二個是食物調理器 食物調理器真的 有預算的話真的需要嗎 超級方便 對 你想一想如果你要切兩三根紅蘿蔔 如果你很會切菜 也還是會花五到十分鐘 食物調理幾十 幾十秒就解釋 不用幾十秒五秒吧 然後這個也便宜的就好 我們用百零的 但是也有很多種 切菜的部分是食物調理真的很方便 雖然也有很多功能 但是我最想推薦的部分是切菜 尤其我們 因為你不可能家裡冰箱永遠有絞肉 所以我們很常 就是冰箱裡面剩下的那個肉 然後拿起來打成絞肉 尤其是台灣的話 雞絞肉很少見 所以自己打 雞腿直接丟進去就打好了 對 食物調理器真的很方便 有沒有差很多 所以你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進水劑 進水劑應該不是有沒有都很方便 是很蠻重要的吧 不是有人是要買回來嗎 水桶 對啊搬水桶回來 然後有人是習慣自己開學 對 但是有進水劑很方便 對 有的人是進水器 但是進出來的東西還是要煮過 但是有的是有附進水器的飲水劑 我們家的是割味的非常好 那一年買到最喜歡的東西 雖然不別人 對 他家Soda Flim很棒 永遠可以喝氣泡水 對 永遠可以喝冰冰的氣泡水 他出來的水是 軟水 對 軟水 對日本來說這個部分很棒 喝下去的時候很舒服 那個是我們一開始說要買回家的時候 然後家人就覺得好像有點占位置 可是家裡的每個人都要喝水的話 沒關係 那你們買好了 就買來之後大家每天都在用 對 真的可以 不危險 對 而且我們也本來沒有打算要 我們去橫隆海 剛好看到他們也不是要介紹的 他是會場提供大家喝水 然後就可以喝 水就是他弄出來的水 然後喝完之後就說 這個水是這個飲水機嗎 那這個飲水機多少錢 問一問之後就買了 對 雖然不便宜 但是我以後就決定要買 對 完全不一樣 對 聽到了 我今天講了很多事情 是不是很長 很長 如果你煩惱要買什麼 出去的話可以回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如果有幫助到你們的話 訂閱按讚還有開小鈴鐺 然後如果你有想知道的內容的話 想知道的問題的話給我留言 那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如果你想學日本的家庭料理的話 很推薦 這兩倍是都是我的區 第一倍是用電製鍋還有電磁爐 就可以做的很簡單的料理 然後另外一倍是 這個是只有五步肉內就可以做完的 非常簡單的日本家庭料理 兩個都是很簡單 然後這個網路修店都有賣 成品還有剝開來都有 其他的地方也有朋友 如果你還沒買的話可以買買看喔 我們感到箱可以買東西 在兩邊 下一步 很簡單 很簡單 還是有一個十分才 我們沒買到這裡 就是如果《itel人》 可不可以買到那裡 每次世界世界大宮